咱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摇一摇 对 怎么摇到她 是年初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去外地比赛 那时候就天天很压抑 然后就有一天晚上 实在憋不住了 我说算我摇一下 没想到摇一姑娘还挺好看 你就夹了她 要是摇得不漂亮 那你会夹吗 也会了 那天晚上比较压抑 我就想找一人说一下话 然后呢 我跟她说 我当初确实看你头像挺好看 我夹了你 然后姐们就是 大概得有两多钟都没理我 后来突然发了一句说 那个头像跟朋友圈全部我的 然后 她不是她的 对 说她长巨丑 然后说 你要嫌弃把咱俩就别联系了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不在 我说 如果你真长很丑你害怕 OK没问题 然后我可以去见你 然后结果后来 这姑娘跟我说 算了吧 时间太短 不见面为好 真与生挺理智的 挺好 然后后来就 老北京话叫死提赖脸 然后就是一直跟人磨叽 她说 OK 如果你真的想见 可以 那 她说 找一个比较政治的舞台吧 我说 行 那可以 我说我可以当上全国观众 我给你证明 我喜欢你 没关系 没问题 她让你来的呀 对 你还这么信她的 她说来你就来 万一她又不来呢 不 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因为在我最凶迫的时候 是她一直陪着我 每天开导我 然后是 帮我 万一那个开导 你的人是我呢 我最会开导人了 这个 我那边 我也在上海 录节目呢 是吧 我万一你摇到的是我 怎么办 那这话都给你了 然后我们俩该怎么办呢 呃 再一起吧 你这样说话是文字啊 还是语音啊 文字 纯文字 从来没有语音过 没有 也没有视频过 对 也没有打过电话 没有 万一她是个男的 就奇怪了 她就是在掉胃口 她既不让你听声音 又不让你看像 永远保持神秘感 这样的话 就永远一直能吊着你 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是你这位女生 她真的就像她说的一样 长得巨丑 突然的话 她怎么可能会说 要来到一个平台呢 因为既然把你 叫到一个平台之后 不管她丑还是不丑 你肯定都会答应她 No No 我绝对不同意 她一定是长得很漂亮 要不然她绝对不敢选择 在这样一个平台上 这么矫情 我们有的时候啊 都太古板了 他们年轻人 就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一种比较新鲜的玩法吧 这个想法 我真的不能够狗同 你想想 照片这东西多不靠谱 我亲眼看 你一个女孩 拿着那种 可以美颜的相机 摆一点摆一点 摆一点摆一点 哎呦 整个人就大变 活着我跟你说 照片千万不能相信 凤姐也可以变成西施 你说就这种 你在社交网络上 看到你女孩 你就都要一见倾心了 这根本就不靠 其实我觉得 你这真的是很危险 你又没有见过 就是很多案例 就是女孩子 骗男孩子去外地找她之后 她去把她的圣经 取下来之后 她去卖给 我你有过 这么悲惨的遭遇啊 如果你摇到的那个人 是配方 你会接受吗 我希望我可以跟她见面 然后是试着了解一下 彼此看能不能在一起 但是如果 真的相差十岁以上 那就算了 我觉得你要是 既然这么有勇气 跟摇一摇的人 谈了一年来的恋爱 你就应该有勇气 勇敢地去拥抱这种关系 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 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对吧 我比你太不坚定了 听到配方这个年龄 马上就打退堂鼓了 我要是那女孩 我今儿我就不见你 我只能这么跟您说 我是抱着一种 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如果她真的比我大 十岁二十岁 我耽误不起人家 如果配方说 我一点都不介意你耽误我 那可不可以呢 十岁以内OK 你还是有界限 对有界限 但是这个人 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 就感觉太不真实了 他连性别都不知道 就是你赋予这么大的希望 和信任 就有点瞎掰的感觉 如果说她因为身体上面 种种不方便的话 比如说残缺啊 或者说是相貌上面 有毁容啊 你愿意吗 一个愿意照顾我的人 我也对她有好感 那么我可以愿意照顾她 我不会在乎她 是什么身体状况 爱没有理由 她告诉你 她比较丑 这个女孩子 如果是一个负责任态度的话 她也用这方来测试你 到底是不是在意的项目 你要做一个准备 这个女孩子 可能对于爱情很慎重 赵子萱通过微信摇一摇 认识了上海的朋友婷婷 子萱被婷婷的头像 深深吸引 两人随起通过文字 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两天 虽然子萱多次提出见面 却被婷婷与吕推脱 不仅如此 这位神秘的网友 还拒绝语衣视频 更说自己 是一个长相丑陋的女孩 那么 一直和子萱保持聊天 却有一纸刻意隐瞒身份的情形 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赵子萱的告还 为什么愿意压抑出 不视频的也会语音 恰恰是她很刺激 所以这样就特别能够造成 就是说未曾谋面 一见清新 一旦见面 立即毁灭 害怕的就是这个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在为你担心呢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声门的恩怜旁边 接下来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她今天依然未曾出现 依然拒绝见面 你是否还坚持 我只能说我答应她所有要求 我向她证明了 我真是喜欢她 想跟她在一起 如果她还是拒绝的话 那么我尊重她所有的选择 如果她来了 确实是符合你的年龄要求 十岁以内 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伤残之类的 你会怎么办 我可以接受 我期待的是一种灵魂交融的感情 而不是那种纯花瓶式的 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读动我的心的人 如果这个女生来了 她是你的前女友 收拾二 对不起 不可以 好吧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一来来俩 什么情况 你看这影子 这这这样子 你觉得哪个可能是 还是都不是啊 你喊一声婷婷 婷婷 小哥你好 我是婷婷 小哥你好 你好我也是婷婷 完了 这下变成了唐伯虎点婷婷 来你觉得哪个是啊 左边还是右边 不是这么看 我这么看 你好好看看 爱人不是应该有直觉的吗 你们不一直靠直觉在维持什么 我感觉俩都不是 好伤心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聊天叔叔还有说 他们不会这样 我也是婷婷 手表 如果你觉得真的婷婷 会怎么说 就是这句话 我就是婷婷 你觉得她会怎么说 跟您说的一样 那是男的 换一个女生嘛 行吧 把帘子起开 看看庐山真面目 带着面具 带着面具 来自我介绍一下婷婷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婷婷 大家好 我是婷婷 来自上海 有劲吗 能有一点别的自我介绍吗 多一点 我是开淘宝店 跟你聊了半年的婷婷 我也是开淘宝店 然后 今年23岁 咋办啊 可是我知道 人家开淘宝店 不知道人家还买一送一啊 看你能不能猜出 我们谁是真正的婷婷 才说明你真的喜欢 这得靠心灵感应 来感应一下 来你们俩分别 站他们 他的左右 你站中间 能往那边 稍微站一点点 好 来自个儿辨别吧 猜不出来 我们可就要回去了 对对对对 你期待了好久的 今天的见面 没想到是这么个复杂的 赶紧把你们聊天中 最关键的词语问问 我可以问你们几个问题吗 好 你说 你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哪 为什么 跟你说过呀 最喜欢去西藏和威尼斯 我喜欢去清静的地方 西藏 威尼斯 水城 图老师救命 这百灵整我 打我完全一样 我也没办法 是你找来的 男生我觉得你别猜了 你知道你遇到是谁吗 因为他们是做淘宝的 所以你遇到那就是淘宝客服 客服呢是轮流交替的 所以135246跟你聊半年 就是为了买衣服的 你今天聊这两位就是亲 OK 这问题如果你们回答了 还一样 OK 我走你们留下 可以 好 我上个月为了跟你们 你或者你们操作 我从你店里买了一件衣服 送给谁的 我店里的衣服都是给年轻女孩穿的 肯定是买给你妹妹 你呢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个表妹 肯定是那个表妹的 我能看一下你们的右腿吗 右腿 对 右腿膝盖 对 这个好奇怪 为什么当时大家人要要求看女孩子的腿 很重要 因为 田净跟我原来说过 她是小熟儿 脾气疼强男孩子 然后右腿膝盖刻了一块疤 从小到下 一直都 那万一他们俩都有疤呢 不会都那么巧吧 那看看呗 看一眼 有疤吗 对 有疤吗 我腿上也有疤哦 右腿 你分不清左右啊 没有是吧 我确定这两个物质 说什么 我上次说明天是左腿 我左腿上有个疤啊 右腿没错 我有记录 肯定是左腿 左腿有真相 肯定是左腿 她换了腿 而且我之前上个月 跟她店里买的衣服 是送给我表弟的 她店里根本就没有男装 她是脱了很多朋友亲手 包好从上海游给我的 我没有表妹 老实交代你们俩到底是谁 我真是婷婷 最好的姐妹 你呢 你呢 你是婷婷 我也是婷婷 最好的姐妹 那怎么回事 怎么就你们俩来了呀 没有啊 其实婷婷也有来 她干嘛不算来呢 毕竟他们俩是网络认识的 然后也不放心 她俩就这样去交往 然后我们俩就想来考验一下她 先把面具摘下来 别装神秘了 又不是婷婷 如果他们俩就是婷婷 你能接受吗 就他们俩这样 这残疾都接受 这么漂亮干嘛不接受 完了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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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半天 原来还是外貌协会 你看你看你看 还是外貌协会 完了 我来的时候已经抱着最坏打算了 所以说 不管是出货医疗之外 还是医疗之内 我是都可以接受的 否则我也不会站在这么样一舞台 你们俩考验的怎么样 觉得这个过了关了吗 我觉得还蛮真诚的 我们俩这个考验 它虽然是过了 但是婷婷嘛 不好说 也许是抱着对网络恋情谨慎的态度 神秘的婷婷 不断设置障碍 试图考验子萱 那么 子萱在两位闺女的考验中 抱入了真实的一面 这位神秘的婷婷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她还会来到现场 接受子萱的告白吗 那接下来我们再开一次门 看看婷婷能不能出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如果她就是因为刚才在旁观的同时 听见你这个外貌协会的大花哨 如果因为就这个 她不上了 你怎么办 我说美女都不接受 我非得接受 那什么样的介绍 我找一捕龙是吧 行吧 反正什么样的介绍 都要你自己承受 赶紧开吧 我这心意上了一下 我这筋快吃稀了感觉 你自个儿 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你完了 你一定会后悔的 这都是你自己找的自己承受啊 对对对啊 我说我无论什么样 说好了北京爷们 北京爷们一句话 什么样子 我就准备那些性格 怎么着吧 好吧 自个儿回头 我怎么听你们说话 像一三个妖精啊 你不要留给我 你准备吸血是吧 来站中间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婷婷 你不能这样介绍 他们俩都是这样介绍 不是 这却是挺样 你怎么知道 他就一定是 头像和照片一模一样 有头像的是吧 他们说头像是假的吗 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外邪嘛 所以我就骗他说 我头像和照片都紧了 假的 像试探一下他 看看他是不是 真的属于那种 就是很注重人家外表 然后结果他就说 没关系啊 你长得丑没关系啊 但是我跟你 就是聊了这么多 没有这么长时间 但是我注重的是你的内心 而不是你就是外表 我平生最恼火的 就是美女的烦恼 为什么你们总是爱我的外表 为什么你们总说 我是靠脸吃饭的 你们有没有知道 我们这种相貌执反的女人 最希望别人爱我们的外表 最希望我们能够靠脸吃饭 你始终没有机会 就离你一个花瓶在这说什么 就会唱了不起啊 你长得漂亮了不起啊 这是我最想听到的 就好欠揍那种感觉 明明长得漂亮 还说你干嘛要爱我的外貌 就是啊 对不对 我问一下你啊 你也算是外表不错 应该有人追嘛 你还那么无聊的去摇一摇 对我人是蛮多的 但是呢我身边人都不太靠谱 要么就是挺花心的 要么就是 就是属于那种玩一玩的态度嘛 所以我就想 摇微信也可以认识些新的朋友 然后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也有摇一摇 然后摇到了一个 外国的一个帅哥 今年他们要结婚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什么都不多说了 人家千里姻缘 摇一摇千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男生 接下来是赵子轩的告白时间 嗨 婷婷 心里这么多总算是见到你了 然后咱们微信也认识半年多了 从这半年我也对你表姐很多 我知道你很害怕受伤 然后不是很容易去相信别人 我也明白你一直想找一个疼你 爱你能给你自由的男生 可能我现在距离你所说的那个点 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我可以为了你去改变我的一切 只要你愿意 我都可以为你去做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试试跟我相处 做你的朋友吗 是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聊得并不久 而且我们并不是让你想象的那样 我就是因为网络和现实还是有点差别 我觉得 其实怎么说 两个人只要感觉对了 其他一切都是很需要的东西 我可以为了你去改变一切 我也可以 我记得初雷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爱一个人 就要爱他的全部 我愿意接受你的全部 我只要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跟你在一起 但是就是我性格以前就是很任性 然后就怕你接受不了 因为我不像你就是想象中出来的那种 我有时候我会耍一点小脾气啊什么的 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一切 包括今天我昨天去买的这件T恤 我只是你特点喜欢狗 然后我翻了大概三个小时 找着这么一件T恤 我感觉自认为还是蛮萌的 然后我今天买了它带过来 一个可以爱狗一命的女生 我感觉她的爱心就不用多说了 而且你无论对身边的人事物 然后哪怕是动物一切一切 你都想给他们最好的 你并不是你所说的那样 你的性格有很多吸引我的 这也是我没有见到你的情况下 我愿意跟你一直聊下去 一直跟你接触下去的原因之一 我是真的真的爱你 给我个机会好吗 那你不怪我骗你这么多吗 怎么说我也知道 其实也说不上骗吧 因为你能费尽心机来设计这么多 来考验我 也说明你对这种感情始终是 抱着一个负责人的态度的 而且我知道你去把安全感 我愿意做你身边那个人 一直保护你 只是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而已 可是我爸妈他如果不同意怎么办 因为你是北京的 其实你来之前我已经考虑过一切了 你爸妈总是去你乡亲 他们肯定也希望自己女人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在这儿当着全国的所有观众 我向他们证明 给他们看我自己有多爱你 我希望他们也 也会祝福你 也能让你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我想如果他们真的爱你 他们也应该可以携手 我也可以为了你 然后达到他们一切所有的标准 只是你答应我 给我们机会就好 请你 真的想好了吗 我确定以及肯定 不然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因为 就是因为我上段感情 从现在还没有走出来 如果要让我重新再接受 恶心的人的话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你能等我吗 我知道你上段感情 也上来很大 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愿意一直陪着你 直到 你不再需要我 我愿意坐你身边 你也知道吗 去对관� back 就是 Ilk 我愿意大的 我愿意第一次 HAVE 敢 � La' 后要 我愿意 án 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